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的话题跟我们这两集的《真是好科学》很相关 它的名字大家一看可能都猜到 其实跟我们在这两集里面有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深度学习很有关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Deep Thinking What Mathematics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ind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作者正正不认同人工智能那种所谓深度学习 是真是所谓深度的 他很有趣他尝试透过去分析 其实人脑的思维究竟是怎样运作 去从而分辨不出 其实人原来是有两种形式的思考方法 他认为第一种思考方法 就是透过一些逻辑分析 去尝试一些数据去分析 去学习 这种作者认为是有可能可以 好像人工智能那样是被模仿到的 但是作者强调的就是 他称之为Deep Thinking的部分 就是人其实有更加重要的 更加深层次一些的思考方法 就是一些比起 纯粹从数据归纳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获取到一些更加重要的资讯 作者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如果人天天见着太阳在东边升起 然后在西边日落的话 你做归纳的话 你只会想到什么呢 就是说太阳就围繞着地球转 但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科学发展史上面 很多的科学突破 正正是透过人是一种超越的思维 他有一种不是一种 循序漸进式的思维 是能够超越一些的 现有他观察到的现象 忽然间就想到 会不会有 其实不是我们一直在想的 是太阳绕着地球转 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呢 就突破了这件事情 所以作者就强调就是说 如果人要适应在这个 未来的人工智能的这种世代里面 我们更加正正应该要掌握 或者把握得好我们这一种的能力 所以如果想大家怎么样去处理 去适应这个未来的环境里面 我们更加应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是培养它 给我们有适当的环境 他们去发挥他们的创意 去发挥一些 在一些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的环境里面 让他尝试去突破一下 所以应该是重视人自己独有的能力 而不是尝试去和机械斗 其实和机械斗的那个运算能力 是没有可能赢的 人最重要是有这种所谓deep thinking 所以我向大家介绍这本书 叫名就是deep thinking